金马奖引后国民阿嬷陈淑芳这回又有新身份 丹钢幼幼基金会爱心大使 要号召社会大众帮助异地求决 家境不好的大学生 成熟方温暖形象深植人心 这回受邀代言幼幼基金会公益活动 不但出力还出钱捐出部分酬劳抛砖引玉 许多贫苦家庭的孩子 离乡背景希望获取学位 但学费房租费生活费等经济压力 常常让他们充满无力感 到台北来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 就是来读书 不要被坏孩子染到 最重要的不要学到坏的习惯 抽烟喝酒一定不能 走夜店也不能 好好的读书 幼幼以及人之幼幼幼基金会 看到大学生的困境 期盼社会大众跟随国民阿嬷 成熟方的脚步给异地求学 家里有经济压力的大学生 多一些关爱 东三新闻又又基金会采访报道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假日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逻辑演绎 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